咒术回战 战相、坏相、血图既非人类也非咒灵 是特级咒物 骤胎九相图和人类的混合体 目前骤胎九相图只出现了三个 并且都是特级 兄弟三人感情非常深厚 都会为了彼此而活 而佛教中其实也有骤胎九相图 原来骤胎九相图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骤胎九相图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其实力究竟有多强呢 还有虎藏优人为什么也是九相图的弟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骤胎九相图 时间回到明治初期 一个女人因为拥有能够怀上骤灵之子的特殊体制 而被周围人视为异类 虽然她很快就逃离了这个噩梦 但依旧摆脱不了命运 逃出家族后 她来到一所寺庙 遇到了一个好心人 而这个人其实就是在后世 被人们称为史上最邪恶的咒术师 家冒献伦 因为母亲对悲惨遭遇的强烈憎恨 九相图都拥有了非常强的咒力 在这之后 所有相关记录均被销毁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不得而知 只知道九相图一百五十年以来 一直被封印在东京咒术高砖 其中一到三号为特级咒务 四到九号在特级之下 目前等级不明 在咒术高砖交流会期间 以灭绝人类为目标的咒林集团 偷走了九相图一到三号 并用瘦肉的方式 造出了长相 坏相 血图三兄弟 其中大哥 长相的外貌 与人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而三弟 血图则一眼看去 就像是咒林 同样都是九相图瘦肉体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呢 其实是因为容器 对咒物的耐性越高 就越不会改变外貌 不过现在的兄弟三人 都不是原本容器的面貌 而九相图本身一直都是胎儿 所以认为自己本身就长成这样 骤胎九相图的大哥 张相 是书者两个冲天变的高大青年 长相帅气 鼻梁上有一道横纹 性格沉纹冷静 非常疼爱弟弟们 有着做大哥的觉悟 虽然知道咒林集团并不可靠 但认为咒林的未来 更加适合弟弟们生存 所以决定加入咒林集团 但并不会尽心尽力的为其卖命 能让帐相卖命的只有弟弟 除此以外的其他人 他都漠不关心 因此对杀人也不会抱有任何罪恶感 帐相的弱点就是只要弟弟被嘲讽 他就会暴跳如雷 从而失去冷静 据说帐相的原型是流行的时装模特 大哥帐相的实力也是三人中最强的 不仅继承了加冒线轮最强大的血脉 能操纵加冒家祖传术士赤血超数 拥有超强的体数和善于思考策略的战斗智商 任何局面都能轻松应对 在涉骨事变中对战五条物时 始终保持着牵制的态度 虽然战斗经验很少 但很快就能看清对手的实力 冷静的制定战术 利用战术击退了擅长进战的虎战和产愿植栽 有着相当于特级骤灵的实力 上相的术士赤血超数 赤血超数是玉三家之一加冒家的祖传术士 感觉是类似于鬼灭之刃里 继肤太郎的飞行雪莲 血液不仅可以提高身体的强度 还能直接从身体里喷射而出 进行远距离攻击 京都这束高专准一级术师加冒献剑技 就展示过近战远战结合的战术 赤血超数用法变化多端 是非常实用的技能 不过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因为需要使用自己的血液 随时都有失血过多的死亡危险 所以加冒家的术师经常会随身携带几包血液 以备不时之需 赤血超数使用不当 还有可能导致急性血栓 不过作为九项图的战像 具备将自身骤力转化为血液的能力 只要骤力没有耗尽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血液 因此只有战像的赤血超数是完美的形态 毫无后顾之忧 另外战像还能通过赤血超数 感应血清死亡或是异变 异幅是远距离的攻击招式 通过射出血液来切割对手 威力很强能轻易的切断人体 曾用这招攻击过特级术师五条物 但被五条物用一只手就化解 赤灵药动在 赤灵药动在是近战攻击招式 操纵体内的血液来提升身体能力 用于近战肉搏 血刃 用血生成的刀刃 通过血液高速循环来保持形状 与其说是武器不如说更像是暗器 赤血超数的绝招百连穿雪 将血液压缩凝练到极限的术式叫做百连 将凝缩的血液像剑一样射出去的技能叫穿雪 能够快准狠地攻击对手 被骤力强化的血液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音速 狐张的双臂就曾差点被贯穿 百连超新星 用百连使凝缩的血液悬浮在空中 像炸弹一样全方位死散射击 既可以单纯的攻击 也可以作为陷阱 或是与其他术式结合使用 属于大范围攻击 血星类是将一部分血液凝固后发射出来的术式 虽然硬度高 但威力和速度不及穿雪 而且还增加了体内血栓的风险 因此平时基本不用 不过在与虎杖的战斗中 因厕所四处喷溅的水流 无法压缩血液才在手掌中悄悄使用 并当作暗器射出 这一招射穿了放松警惕的虎杖 如果不是突然袭击 就不会有一击必中的效果 可以说是超强的暗器 换相是穿着丁字裤肌肉发达的壮汉 虽然着装暴露像个变态 但其实性格非常绅士 对敌人也很有礼貌 正面酷似人类 不过背后却长着一张不断流着血泪的巨脸 坏相穿着特立独行的服饰 也是因为普通的衣服穿上后 会让背后的脸很闷 还有其实咒术回战动画和漫画中 坏相的服饰有些许不同 漫画中坏相穿的是三角裤 而动画则改为了长裤 坏相会因为背部的异形脸而感到自卑 战斗前会好心提醒对方 不能看到自己背后 如果有人不幸看到的话 坏相就会愤怒的充满杀气 为什么坏相的身体会散发臭味呢 其实是因为背后的脸一直处于化农的状态 坏相并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 对人类也没有特别的恨意 曾对任务中遇到的野强威说 如果什么都不做离开的话就放过他 可以看出坏相确实是一位绅士 并不是滥杀无辜的骤灵 坏相的实力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 受到加冒陷伦的血脉影响 幻象也具有操纵血液的能力 不过只是利用了血中带毒的特性 没有大哥那样强的攻击能力 幻象的术式 石烂腐术 石烂腐术是一种分解的术式 利用自带腐蚀性的血液来攻击对手 无法高效的杀死对方 需要一些时间进行发酵 极之番赤王 幻象利用自身血液在背部形成翅膀的形状 以腐蚀性血液高速追击敌人 可以理解为硫酸 如果被对方逃到有效射程范围外的话 效果就不太理想 虎杖城抱着野强威靠着高速奔跑 躲避了此术式 石烂腐术 朽 朽是坏相与血徒的共用能力 兄弟中任意艺人都可以发动此术式 毒血会立即腐蚀皮肤 并在伤口开出玫瑰状的纹路 不过 坏象的血液虽然能让人痛不欲生 但只要不见到全身 也不会立即死亡 而对毒性拥有免疫体质的虎杖来说 只是会有些许痛感而已 另外 术式朽和赤王不能同时发动 血徒的外表就已经看不出是人类了 一眼看上去就像是骤灵 脸上一大一小的嘴巴流着血 为什么血徒会有两张嘴呢 其实是因为血徒作为咒物的力量太弱 导致留下了容器的特征 虽然外表恐怖 但性格却很天真 原型举止就像是个小孩子 经常会做出幼稚滑稽的事 当血徒和虎杖不小心看到了哥哥坏相的背时 还是会一起拼命的道歉 显得格外可爱 战斗时血徒一旦陷入困境 就会无意识的依赖哥哥 血徒虽然也是特级 但却是兄弟中最弱的 实力大概是一根束挪手指的强度 血徒的能力也是毒血 但作为特级的他竟然连术式也没有 而且血徒的血毒性也较弱 并没有像坏相那样能溶解岩石的威力 由于血徒没有术式 一般都是通过坏相的死烂腐术来发动能力 其实 骤胎九象图的设定来源于日本佛教著名绘画九象图 九象图分为九个阶段 描绘了被遗弃在荒野的尸体腐朽的景象 据说在人死后不久尸体最为接近人形 随着时间的消逝逐渐腐烂变成血肉 在咒术回战中 大哥仗像的外貌几乎与人一致 对应了生者最初离世时的阶段 而赤子坏相虽然有着人类的外貌 背后却开始化浓散发臭味 对应的是生者死后不久开始腐烂 三子血徒则是异形 尸体进一步腐烂 肉体开始溶解生出体外 所以九象图的秘密是唤醒人们的心灵 让沉溺于色域的人看见死后的模样 从而醒悟诸形无常的真理 另外九象图其实应该有十幅化 可能许多人会纳闷 九象图明明是九个阶段 为什么会有十幅化呢 原来第十幅化应该是死者生前的绘画 那么我们咒术回战里有这一设定吗 你别说还真有 死者生前的形象可能就是暗指虎杖 没错虎杖其实也是九象图的兄弟之一 其实九象图源自于中国 在东黄佛教造像中也可以见到 但在中国被称为九象官 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 其实周胎九象图兄弟三人对人类根本没有恨意 150年来仅仅依靠着彼此的存在被封印至今 兄弟三人感情非常深厚 曾一起约定三人为一体 互相只为对方而活 在交流会结束后 血图和坏象被真人派去八十八桥 收回素挪手指 正好与执行任务的主角团碰面开战 可以说兄弟俩的运气实在很差 二哥坏象发动术士 石烂斧术术朽 重创了野强威 大意的认为再过十分钟 野强威就会死亡 没想到野强威可以说是他们的天敌 野强威的雏灵咒法是通过对目标不分肉体失数 肉体所承受的攻击会原封不动的转移到本体身上 虽然幻象的血液对雏灵咒法来说价值不高 但已经足以让兄弟二人都感受到剧烈的疼痛 而血图也遭到了虎杖的猛攻 实力不济的血图成为了哥哥的脱油瓶 如果不解除石烂斧术术朽朽 毫无疑问十分钟后野强威和虎杖就会死亡 但是弟弟血图可能会先扛不住雏灵咒法的伤害 而当幻象在听到血图惨叫的一瞬间 一意识的就已经解开了疏似 兄弟俩的合力一击 又被虎杖野强威的黑伞重创 最终血图被野强威钉死 幻象看着死去的弟弟流出了眼泪 随后企图逃跑的坏象还是被虎杖的拳头贯穿腹部而亡 兄弟俩快速走完了短暂又悲惨的一生 与此同时大哥杖像感受到了弟弟们的死亡 对仇人虎杖等人抱有强烈的恨意 为弟弟复仇成为了杖像的目标 在色谷事变中 杖像和周林集团一起对抗五条物 杖像深知五条物的强大 一开始就只是想上班摸个鱼 不料却被老板漏狐抓到 并死亡威胁 无奈之下只能被迫营业 之后不久五条物被封印 杖像在色谷车站命运般的遇上了虎杖 两人展开殊死搏斗 一开始杖像占尽上风 但一弟弟被虎杖嘲讽 而失去冷静落入了虎杖的陷阱 不够好在杖像还有隐藏绝招 还是把虎杖逼入了绝境 但此时他的脑海中却出现了 和虎杖一起野餐的不存在记忆 并且因为杖像有感知近亲异变的能力 也察觉到了虎杖正处于死亡的临界点 从而得知虎杖可能是自己的弟弟 内心崩溃的杖像只好先放弃复仇先离开 不过他并没有走远 而是暗中折回确认虎杖的身份 在看到虎杖与夏游杰交战后 认出了夏游杰就是曾经迫害母亲的仇人 家冒献伦 为了保护虎杖而与卷所开战 战斗中 杖像还让搞不清楚状况的虎杖叫他哥哥 最终这场战斗因特级咒术师 九十九游击的到来而终止 卷所放出大量昼灵后迅速撤离 战斗结束后 杖像与心怀愧疚的虎杖 并肩作战消灭了蚕鱼的昼灵 作为大哥的杖像非常肯定弟弟的实力 两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 随后两人又遇上了前来追杀虎杖的遗骨忧太 和寻找伏黑慧的禅愿直灾 杖像再次为了守护虎杖而与直灾对战 令他深重剧毒 不管自己是否强大 杖像都会走在最前方 为弟弟们折风挡雨 也正因如此他才是最强的哥哥 随后遗骨忧太带着虎杖的尸体出现 但其实虎杖并没有死 遗骨只是为了骗过高层而使用的障眼法 随后众人前往轰心宫 在天元那里得知一切后 杖像和九十九游击主动留下成为天元的护卫 因为杖像认为比起自己 另外两人更能帮助到弟弟 而且自己面对眷所 刚好可以给母亲和弟弟们复仇 杖像考虑问题不仅十分周到 还都是以弟弟为首要 那么为什么虎杖会是杖像的弟弟呢 时间回到虎杖还是婴儿时期 在成为咒术师之前 虎杖就有着异于常人的身体能力 而且母亲的额头上也有着和下游节一样的长条伤疤 外家眷所引导佐佐木学姐离开结界时说的话 几乎坐实了虎杖的母亲就是眷所 那么眷所创造虎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猜测创造虎杖的目的就是为了束挪吧 理论上虎杖和周胎九象图一样都是实验品 因此虎杖也是九象图的弟弟 之前虎杖并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眷所 所以作为哥哥保护自己的长相虽然很感谢 但还是会流露出困惑和不解的表情 不过在知道真相后 两人兵士前嫌共同对敌 好了关于周胎九象图的考察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帮小语按赞和订阅哦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哦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创作的唯一动力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